继续关心的是KIA汽车 今年在LNG车展上 他们大打了节能电车宣传 除了推出最新的Nero混合动力车款之外 还展示出了KIA旗下多款流行车款的 油电混合动力车款 让所有消费者能有更多既深迁又环保的车款选择 我现在就KIA的展台 现在这趟车就是KIA今年全新推出的Nero的系列 大家一看这辆车 大家就感觉它是Cost Over的版本 就是一个小型SUV在混入Compet Car的概念里面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说这辆车它是Hybrid 是温合动力的话 你会不会感到很惊讶呢 因为在现在的市场上面 是没有一辆有这样大小 一个小型SUV的规格 但是它是一个Hybrid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可以说填补了市场上面的一大空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辆Nero里面 它的内装到底会有什么特色给我们发现 好 进入来 我们首先是看到一个运动设计的方向盆 我们拿到的时候是非常之有手感 皮质的结构 我们再看看中控台 这里有个7寸的monitor 可以娱乐啊 GPS啊什么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特别的地方呢 除了一键启动之外呢 还可以看到这一个按钮在空调机的位置叫做Driver only这个按钮 按上去之后呢空调机只会为司机服务 而这一边副驾驶的空调机就不会动了 这样可以做到非常之节能的一个效果 配合它的设计Hybrid 好 再看看这边 我们看到呢会有两个点烟器同时在中控台下方这样一个设计 包括司机跟乘客都可以不用蒸了 可以充电很随意 因为现在电子产品非常流行 再看看在这个波箱的位置呢 我们看到一个是停车的辅助的按钮 然后呢在旁边会看到一个座位的加热跟冷却 最特别的地方呢 连方向盆也可以提供一个加热的服务 在严寒的地方 在冬天的地方 你拿着这个方向盆也不会觉得冷 我们的市场的动力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货币和货币的增加 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产品 这个温度是很棒的 新的Optima是很棒的 我们有了Optima Hybrid和 Plug-in Hybrid 而且在2017年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Neuro 所以这车来到市场是一个交易 它果然是一个交易 它获得很高的货币 它配合在市场的甜点 在交易的货币的货币上升 今年的车展跟去年的车展相比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品牌 很多的车款呢 都新增了很多混合动力 或者是纯电的车款呢 推出来的 也都配合着整个时代的发展 现在都要推出节能环保的车型呢 才能够满足到那社会上面的需要 像我们现在在KIA的展台上面呢 我们看到KIA品牌很流行的几个车款 例如说是Optima NEO跟SOE都已经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混合动力的车款 或者是纯电的设计的车款 去满足市场上面不同的需求 那么也很希望呢 KIA能够提供更多的车款 提供有Hybrid或者是那个纯电的设计 给我们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